大家好,我是老王 今天来聊一辆本田的多用途小踏板,宾利 这个宾利不是形容词,并不是说这辆车有多贵多豪华 它就是这辆摩托车的名字,是从它的日本名字便利应益而来 是一辆主打外送商用的小踏板,就是我们所说的外卖车 为了能将这辆小车的载务能力发挥到极致 本田在设计方面花了不少心思,车头配有置物栏 车尾更是设计了一个可承载60公斤的超大厚货架 车身两侧设计了脚踏,便于将踏板腾出用于载务 车把还配有护手,本田从多方面入手将其打造成了一辆外卖神车 也确实,日本的外送历史已有100多年 从最早的步行肩扛到自行车,再到现在的摩托车 外送行业绵延不息,也给此类摩托车发展带来了机遇 亚马哈吉尔,林木小鸟都是此类车型中的佼佼者 这些拥有超强载货能力的小车 走街串巷,收个快递,送个外卖不要太方便 本田MW110宾利在这方面做得要相对更好 它没有亮眼的配置,所有一切都是为了皮实耐用 它除了那台搭载PGMFI电喷技术 带打火棍的108cc单缸风冷发动机和石身的油箱 其他的配置可以用寒酸来形容,前后骨砂,机械仪表,轮胎带内胆且较硬 但是具有防扎功能 所有这些都让它和运动舒适没啥关系 但又是这些简单实用的配置,让它成为外送路上最可靠的伙伴 一箱油带来400公里的续航,更是减少了加油频率 将省出的时间都用在外送路上 也许是看到了商用踏板车广阔的应用前景 豪爵在前不久也推出了带伸缩后货架和折叠脚踏的VD125 既可载人又能载物 它与本田兵力这种纯工具车相比更多了一丝实用性 但是品质与载货能力远不及兵力 其实本田兵力国内也曾生产过 2012到2015年期间,武阳本田代工生产过 不过全都返校日本了,没有上国内的公告目录 毕竟那会儿咱们的外卖还没有形成产业 而且价格高昂的摩托车更不是普通家庭能够消费得起 所以根本没有市场 但是现在不同了 车是能买得起了,但油价却高得离谱 如果辛苦一些,每天多送几单 那增加的收入也可以忽略掉加油的成本 结果静模又成了摩托车外送路上的拦路虎 带来的结果就是越拥堵的大都市 越需要这种小小灵活,又能载物的摩托车时 越得不到发挥 这里可能会有人说,摩托车速度快太危险 那邻国小日本的人口密度与道路拥挤情况 也不比我们好到哪儿去 但是他们在这方面却做得很好 真的是他们的驾驶素质高吗? 当然不是 是因为他们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机制与法律法规 将所有道路交通参与者都管理得井井有条 所以说只要愿意管,就没有管不了管不好 就怕一刀鞋 你说呢? 好了,今天这期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